大家好 歡迎收看谷海飛揚 那麼今天來到禮拜三 臺北股市持續的受到這個 美國股市的一個重挫的影響 再一次的一個向下做一個測試支撐的一個位置 那但是臺北股市來到今天 其實我還是告訴各位 其實來到今天這種位置就不太是 你如果說你想要股票 你想要把它賣掉 你想要殺低的 其實我會覺得到今天的就比較不適合了 為什麼這樣說 從籌碼面來看的話 昨天跟前天兩天 那融資已經做大減了 那融資大減的超過七十億 融資兩天大減超過七十億 那再加上今天的跳空再向下殺 我們看早盤 早盤最多曾跌了四百二十五點 跌了四百多點 那今天勢必早盤開盤下去之後 一定還是跟昨天一樣 融資還是在持續的在做在減肥 那如果今天如預期融資還是在減的話 最好是繼續減 那如果你有你今天反而是增加的 我們就要再觀察 那最好是繼續減 如果正常合理的情況下你繼續減 那或許這三天合計 融資就減幅超過百億了嘛 短短三天融資大減一百億 然後指數的位置呢 距離長期的一個均線 它的因為長期均線向下彎之後 它跌破均線之後向下走 所以均線跟指數的位置的那個乖離 那個負乖離已經持續擴大 那你當你負乖離持續擴大 然後又擴大之後 又出現了急跌之後的融資大減 它就是一個以指數而言 它就是一個指數 它想要試圖轉折的一個訊號 所以你在今天這種位置 你的持股你如果想要殺低 我覺得比較不太適合了 甚至有機會在明後天轉折上去 你要轉折上去 你再去做調節 逢高調節 是不是絕對有差 那一定是比較值得反彈之後 再去逢高出嘛 所以今天的行情反而它 我們看了一整天之後 我們發現從開盤之後 開盤開低 儘管開低 但是我們看完從開盤之後到收盤 其實今天買盤是持續介入的 今天其實是買方的力道 是比賣方強 那儘管是跌了兩三百點 可是問題是 那個買方 他沒有再做拉抬 那個買盤是低階的買盤持續 所以其實來到這個位階 低階買盤已經很聰明的 想要進來了 那意味著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得到一些買盤的 偷偷的先進場佈局了 所以此時此刻 我會建議各位 不要把指數 不要因為 不要因為指數在修正 你就把你手上的好股票 選擇在今天把他殺低 反而是比較不適當的做法 那如果是好股票的呢 如果是有潛力的標定呢 他勢必會在接下來 他或許第一個 他可能相對抗跌 第二個他可能會領先先轉折上去 所以接下來重點就是把好股票先挑出來 在轉折的位置先買進去 那上週 上週更貴報告的 上週我們積極介入的提前去卡位的是 3669的元展 這個在上週五已經跟你公開了 元展 元展他在上禮拜 我們我們是逢高 要獲利取回的資金去低接轉折的元展 這個做法是固定的有沒有 你沒有逢高出 你怎麼去低接 你不能不可能說我沒有逢高出 然後我還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你沒有逢高出把資金取回 然後你就一直買股票一直買股票 我想請問你 你的客戶真的全部都有辦法跟嗎 資金都是有限的 所以週週十的特色是什麼 週週十特色就是說 我們對我們追求是每週我都要獲利 目標設定在十個percent 可是問題是 這個週週十的過程中 能夠做到的過程中成功的關鍵 有一個因素是我所有的客戶 我們所有的操作 因為我們是低買轉折的 我們在轉折區區 因為我們買的標的 一定是拉回之後的 修正之後我們去做買進的 所以基於這一點 他告訴你我買轉折位置的股票 然後轉折上去之後 我很輕易的我獲利之後 我再去做下一個低階轉折 因為我買轉折 所以我可以讓客戶的資金是 不斷地低買高賣低買高賣 透過不斷低買高賣的過程中 客戶的資金它是活化的 資金是持續跟著我們一直在運作的 客戶的資金不會因為來的之後 就是買了之後又繼續再買 繼續再買 再繼續再買 你買個幾檔之後客戶就沒有資金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的客戶跟著我們操作是從頭跟到底的 從頭跟到尾 你從哪什麼時候開始入會 到底會期到 你從頭跟到尾 因為你能夠從頭跟到尾 你才有辦法賺到錢 你如果一開始跟下去 跟了一個禮拜 資金全部卡住了 那不用懷疑了 那你的這一段會期的接一定不會 絕對不理想的 絕對你要說 你說你要入會之後要賺到錢不可能 所以要賺錢很簡單 你至少你資金第一個條件是活化的 入會之後到會期到期之前 我們每一檔標的 我們都幫你做一個調整之後 陸陸續續的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之後 把資金再活化 跟著從頭到尾跟著運作 所以怎麼做圓展的 一樣嘛 你之前的股票逢高獲利之後 再來低接圓展 那代表什麼 你之前這檔股票賺到錢了 再來低接新的圓展 那新的圓展 如果轉得確定上去 你是不是又再賺一筆 你是不是這樣 無形之中 你是一直在累積獲利 股票操作本來就是應該如此 難道不是嗎 它漲停了 所以你低接對不對 當然對 那為什麼你低接就變成是對的呢 因為這個位置買 一般人不會在這裡買 因為完全沒有什麼特色 一般人會在這種股票上去之後 才會去買股票 可是我說 如果你在股票上去才去買的話 那你永遠不可能買來轉折 那你永遠不可能買來轉折的話 那你怎麼可能平均一週一檔 你怎麼可能週週時設定目標 不可能 你怎麼可能資金持續活化 不可能 因為你都是追那個已經上去的股票 要買了轉折 而轉折是什麼 什麼叫轉折 拉回後才有轉折 整理後才會有轉折 那拉高之後 就是脫離轉折 所以你去買脫離轉折的 你說風險高不高 對不對 你獲利率絕對是比我們差 隔天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 又亮燈漲停 買轉折一定有好收穫 又亮燈漲停 這樣來看的話 他就兩天兩根漲停了嘛 那你再看一下在哪裡買的 在這裡買的 那這是不是轉折 所以當你股價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之後 離這個位置越來越遠之後 你回頭一看你發現不得了 真的是轉折啊 可是問題是你等到他發生了 上去了 你才說他的轉折來不及了啊 所以我們能夠在客戶操作 我們的專業 我們跟別人不同點在哪裡 在於我們能夠在股票沒有上去前 我就判定他的轉折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贏 所有的團隊 所有的各式各樣來自各地的操盤團隊 我們關鍵技術就在這裡 我們的關鍵技術就是我能夠判定轉折 我帶你先買轉折 那因為我們能夠買到轉折這種位置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設定週週時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平均一週一檔就好 我不要買多 好啦 那我低階轉折拉高獲利啊 拉高獲利之後呢 資金是不是就取回來了 那資金一取回來 是不是準備再做下一檔的低階轉折呢 那這樣操作是不是很簡單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特色很簡單嘛 我們獨一無二 週週時 平均一週一檔 然後以週為結算單位 每一週每一週去算算看 當週的一個成績 低買高賣資金是活化的嘛 對不對 所以原展獲利賣出之後的下一檔呢 一樣要在這裡買嘛 你一定要在股票上去 錢就先做動作嘛 那剛剛好 大凡這禮拜 這兩三天 他是回來修正的 好啦 跟著美股一起回來修正 那剛剛好有些標的好股壞股一起修正 好股壞股都一起修正的話 那是不是好股票的轉折確認到了 你應該去承接好股票 所以有時候你要把他看成是大凡的修正 你要把他看成是他給你機會了 如果你是追漲的當然他不是給你 當然你沒有辦法想像他是給你機會 但是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在低階轉折的人 其實當你發現大凡在修正的時候 因為大凡在修正的時候 那短時間內好股票壞股票都會有一些賣壓出來嘛 所以很容易好壞股不分的就開始修習修正 當然會有一些強弱差異 有些修正的弱勢 有些是強勢修正 但是不管重點重點就是被大凡影響而修正的過程中 你要把它視為一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買轉折嘛 你如果好股票沒有拉回 我怎麼買轉折 你如果好股票不整理不休息 我怎麼買轉折 所以當大凡在修正的時候 造成很多股票修正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而言 我們在買轉折的人而言 我們我們是比較輕鬆的看待 因為反而他會創造出機會了 你大凡一直漲 那很多股票也都不回 轉折股的機會就慢慢減少了 可是反而是在大凡修正下來的一段時間之後 有些標的他轉折慢慢慢慢 醞釀成功了確認了 我們就出手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修正一段時間之後 慢慢慢慢機會來了 我們就出手了 那錢就賺到了 我們就是等這個時機而已 所以我們不是怕跌 我們是等時機 你跌反而會醞釀出時機 對不對 你要有這種概念 做股票是這樣做 那也因為你們在等時機 所以我們不會買一堆股票 我們平均就是一週一檔這樣做 那當你平均一週一檔穩穩的這樣拿到獲利的話 你說股票操作很難嗎 它會變成很簡單的嘛 那你們如果買一堆股票了 你要把操作投資操作把它變得很複雜 那當然你的績效最後就會打折扣了嘛 好那今天因為快要快要五月了 我們今天就來就來看一下 這一個月來 這一個月來當初大約一個月前來報名的 來報導的好媽媽 記不記得 好媽媽後來兩檔股票 我沒有跟你追蹤 為什麼 因為他後來做兩檔股票 就是余爸爸做的標地嘛 因為余爸爸當初就說什麼 他要跟好媽媽做一樣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其實好媽媽後來做兩檔標地 就是跟余爸爸一樣 一個叫一高一低嘛 一個是德維 一個是惠陽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做介紹 但是今天因為五月份快要母親節了 那快要母親節 所以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月來好媽媽做了幾檔股票 得到了什麼 好然後呢 我們再去想 那如果說進入五月了 快要進入五月前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一些投資朋友 跟隨他的腳步 我有這個想法 跟隨他的腳步 接下來的腳步一起去操作 那如果願意的話 今天我給各位一些名額 雖然名額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至少 我釋放出一些機會了嘛 好 我們先看過去這一個月來 好媽媽做了哪幾檔標地 從他來之後的第一檔是中美時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都有講 然後接著做什麼 做申權 申權之後這兩檔我沒講 因為他因為跟余爸爸一樣嘛 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做說明 那事實上這兩檔標的就是什麼 余爸爸當初跟好媽媽一樣的標的 所以其實就是接下來就是一高一低 那就做了總共從大概一個月時間 前前後後大概四檔標的 這四檔標的內容怎麼做的 你去看 其實這些節目中我都講過了 所以平均一週一檔就好了嘛 你不需要買一堆股票 有沒有看到 你平均一週一檔 你就穩穩的做 股票本來就應該如此 因為你是等轉折來確定才出手的人嘛 好媽媽來了之後 第一檔股票是中美時嘛 那中美時就這樣上去 從第一根漲停板賺十幾萬 那你看他上去 錢是不是在轉折 在醞釀中 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轉折買進的位置 他是等來的 要花點時間等來的 來了你就要出手了 你都已經等這麼久 追蹤那麼久 等待那麼久了 那真的真的醞釀來了 你要出手買 所以當他報名之後 禮拜一買完之後 隔天禮拜二拉漲停板 就開始賺錢了 買轉折 兩天就賺三十一萬 兩天兩根漲停 兩天兩根 是不是拉回之後給你機會 再來又創高 三天四十五萬獲利 又拉漲停板 又創新高漲停 總共賺了五十八萬 那我就跟你講 周周時有時候一檔就好幾十 有時候一檔就好幾十 那你為什麼買一堆 對不對 你因為你有時候一檔就好幾十 所以你根本沒有必要去買一堆 所以我才跟你說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就平均一週一檔就好了 把一檔你等待的標的 等到了 那就夠了 一檔就五十八萬了 三十七點八%左右 中美食 好嗎 那中美食做了之後 接著是什麼 我說過 反正就低買高賣 高出獲利之後 資金再去做下一檔 那再來第二檔呢 三一二二的升權 那升權節目中 當時我們做也跟各位報告過了 升權 攻到漲停板 周周時的精選豪股 就這樣上來了 沒有修正 怎麼會有轉折上來 所以你做轉折的人 永遠都是什麼 永遠都是等修正下來的股票 整理過後的股票 所以你不會去追什麼 追追那個已經上去脫離轉折的股票嘛 你不會在這裡去追 然後呢 又創高 這樣子上來 三十五萬多 所以這個轉折上來 這個轉折上來就三十五萬多 三十五萬多 二十五點九% 好 做完之後呢 做完之後換得尾 有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節目中跟各位報告過了嘛 余寶寶說他要跟 好媽媽一樣嘛 好那我就跟他說 我就給他兩檔股票一高一低嘛 那這個買點先來 順座嘛 得尾有沒有 好 得尾就這樣上去 好 這樣上去之後 是有轉折上來的股票 拉回之後才會有轉折嘛 這樣子上來 四十六萬 好 做完之後呢 換會陽嘛 有沒有 得尾做完了換會陽 會陽也是這樣上去 好一段上去之後呢 來 買轉折 買來這裡 買來這裡之後已經賺一大段上去 然後全部都獲利出了 好 賺了一大段 全部獲利出 也是賺四十萬 四十萬上下 所以 從好貓來之後的接下來 大概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一個月了 四檔股票 陸陸續續是這樣做下來的 那累積的獲利跟他的成本 他的本金大概一百五十萬上下了 所以你看他賺多少了 本金有沒有拿回來 大概一百六十萬一百七十萬 所以他短短你說你說周周十對 我就跟你說了嘛 有時候一檔就超過十了嘛 當你一檔就超過十的話 你覺得你一個月真的只有四十Percent嗎 當然不止 好 所以 好 貓貓銀座的四檔呢 他差不多花了一個月時間了 效果還不錯吧 對不對 好 還不錯了 那接下來呢 五月份就快要母親節了 可是我們希望是在母親節之前 就讓一堆投資朋友能夠感受到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等到母親節了 我們再說我們給你什麼東西 我們邀請大家來做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都母親節了 對不對 我認為應該在母親節前 我們就讓大家能夠跟上這個腳步 所以母親節前 我們現在先我們先跟各位邀請 母親節前跟上好媽媽的腳步 大家一起來低階轉折高出獲利 如果有興趣的 那好媽媽已經做市長了 接下來好媽媽進入第二個月的操作了 有興趣的 那跟他一起同步 那我要熱情的招募 所以我們有一個想法 好媽媽部隊 那當然接下來下一檔標的 開始布局的時候 你就開始跟著布局 好 那熱情招募各位 那因為現在還沒五月嘛 我們算是早鳥優惠 因為現在是為了五月第二個禮拜的 母親節前先做了準備 所以算是五月的早鳥 那五月早鳥優惠呢 我們今天通通都這樣就夠了 今天所有報名的通通的優惠都這樣子 那只有五個名額 所以節目結束之後 只有五個名額 全部都是五 一律就是這樣子 優惠 那把電話撥通 五個名額 好媽媽部隊 那接下來好媽媽要進入第二個月的操作了 請大家把握 跟上他第二個月的交易 好媽媽部隊 那接下來做什麼 那你就完全跟著他做一樣動作 我們再來去一個一個去檢視就好了 有興趣的投資票 五個名額 把握 撥電話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所有人發現操作股票 有時候他告訴你 就是當你的做法 一切越簡單的時候 你越容易獲利 你就平均一週一檔這樣做 那低買高賣這樣做 其實很簡單 你不要把一切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你一直去思考 就大盤在跌 所以是不是就沒什麼機會 其實不是這樣看 以操作轉折的人而言 你如果大盤沒有跌 沒有去造成一些 反正好股快股 沒有去造成一些股票的一個修正的話 反而你不容易抓到 等到那個轉折位置來 你大盤天天漲 所有股票跟著漲 尤其是好股票根本不回 那好股票根本不回的話 你要怎麼等轉折 有沒有 所以我說有時候就是那個機會 是你等來的 可是那個機會偏偏他發生的時間點是大盤 可能不是很好的時候 市況可能不是很理想的時候 可是這種時候反而創造那個轉折 會是一個大轉折 對某些個股而言或許是一個大轉折的出現機會 那個大轉折可能就不是我一週的時間就可以賺完了 他可能一個波段上去是走一個大波的一個難得一見的轉折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你要你要去想的是這一塊 而不是看眼前當下大盤跌三百 跌四百 跌多少 所以呢 所以都不能做了 不是反而是去找尋 受到一大盤這樣下跌的影響的那些標的 有沒有是好股票有沒有是黑馬股有沒有是特殊的產業 立基性高的標的找出來 然後等到他的一個轉折到了你就要勇於出手了 我沒有叫你千天出手 可是我說的是等到那個確認的時候 轉折確認到了之後 我們就要出手 千萬不要因為轉折確認到了 那個標題到了之後 結果當時大盤如果可能還在跌兩百點三百點 你因為這樣子而放棄那個出手機會 有時候隔天就上去的 隔天你怎麼追 隔天你只能用追的了 那你願意追嗎 對不對 所以在轉折出現的時候呢 就是要出手操作 你看上週的圓展 我們剛才講過了 圓展一個轉折上去就兩天兩根 然後再往前再往前一個週 前一週來看一二一九福壽 有沒有 你看最近很多人 你看最近很多人怎麼樣 資金又套在那個 這些飼料股了 這些農業農金概念股 農糧概念股 所以你看 為什麼資金會套在農糧股 農糧股不是強勢股嗎 農糧不是強勢嗎 對啊 那為什麼會套住呢 很簡單嘛 轉折的時候沒有買 看到上去的 跟著大家一起追嘛 所以你看最近的農糧股是不是休息了 那上週去追的 追高的呢 你看又套住了 不要每一次都去買 追在強勢股的高檔 這樣的循環下去 就是個惡性循環 股票怎麼做 我也做農糧 可是我買福壽 那因為我買在哪裡呢 而且我買在哪裡 我買福壽農糧股 轉折的位置 這一根K棒 請問這個K棒是不是修正下來出現的 轉折確認我們就出手了 他就上去了 漲停板 所以你做農糧 我也做農糧的時候 差在哪裡 我買的時候 你沒買 有沒有 我買的時候 你沒買 上去的 開始市場 有些人想要去追了 上去兩根了 又想要追了 可是問題是 你回頭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買的人 已經賺47萬了 有沒有 我賺47萬了 市場開始追 所以你說這樣差多少 這個位置沒有人會去買 飼料有機肥料廠 福壽 再度亮燈漲停 有沒有 整理整理整理之後 又漲停又創高 這一波上去 回頭看一下 哪裡買 這裡買 在這種這一根K棒 這裡買的人 是不是買轉折 那市場都在哪裡買 市場都是追上去的 追上去的 所以當它漲完了 要休息的時候 那之前追高的人 不就套牢了 可是問題是 我們已經賺完了 對不對 我不但買轉折 我還知道逢糧出 我不但會買轉折 我還知道逢糕要獲利出 對不對 這樣賺多少 六十多萬 再把資金取回 再去買一個低階轉折 再買新的 你的資金是不是活化 而且你總資金是不是增加 對不對 這樣子賺六十幾萬 所以我說股票 大家比的不是說你買多少檔 你買了很多檔 誰買的多誰就贏 不是耶 我們要比的是 你買的標的位置對不對 你是不是賺到錢啊 所以不是買多就是贏家 要買對 而且出手 買在對的時機 對的股票 買轉折上去賺錢 你就可以一週一檔 平均一週一檔這樣做下來 好媽媽 一週一個月過去了 成績還不錯 那成績還不錯 那繼續加油繼續做 繼續周周時下去 好媽媽要跟隨她的腳步的 我們繼續來 好媽媽部隊 要加入好媽媽部隊的 熱情招募各位 五月早鳥優惠 通通只要五個名額 今天播電話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媽媽 試試看 好境 麻痹 我